保險對我來說是一個承諾 當年我老公和我求婚 因為他比我年輕 我跟他說 你要答應我 你一定要長命過我 我不想我老的時候 自己一個孤孤零零 很有趣 我老公當天沒有再說話 但兩天後突然說 如果我晚上不如一起和朋友吃飯 吃完飯後 他的朋友突然拿了一份保險單 因為他的朋友是做保險的 他跟我說 老婆 我幫你買了一份人壽保險 萬一我自己有什麼事 這份保險就可以代我照顧你 當時我真的很感動 我覺得我老公為我的將來而思考 對於我來說人壽保險是一個承諾